把咱那箱子准备好 我要放你 我要放在地块 往那边让它走一下 我往这拉 好 青海乌兰县京县吐蕃贵族大墓 墓中不但有共命人殉葬 还绘满了珍贵的壁画 让考古专家激动的手舞足蹈 为了保护这些壁画 考古专家干脆直接把 整个墓室大包带走 随着发掘的深入 考古队员竟有发现一个暗阁 看到暗阁里面的宝贝后 专家激动不已 他们在暗阁之中到底发现了什么 专家所说的共命人又是怎么一回事 保持你的好奇心 双击点赞 加个关注 本期视频为大家揭秘 吐蕃贵族墓之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巨大的惊喜 让县城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这个看似破旧的木箱之中 一件件惊气在碎土之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因为木箱已经破损 为了避免箱子上的碎石 在搬动过程中损伤到里面的金气 陶谷人员只能一点点 将箱子上的碎石清理干净 一天之后 箱子周围终于被清理干净 到了开箱的时刻 考古人员慢慢地将箱子上的木板 一块块取下来 为了保证箱子的还原 每一块木板都要根据顺序进行编号 随着考古人员将箱子一点点地拆解 箱子中的情况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这是码码 地下就码一点 有窜孔可能它就是一个窜式 这起码就是现在有一窜式 不通柴一点 就是这个冰松水 马马 还有这个 除了窜式之外 考古人员还在箱子中 发现了一顶珍贵的金棺 这棺是一个比较奇特的一个棺 两个龙 这每一面都应该是每一面都会这样的 这那边还有一面啊 对啊四面嘛 四面的 因为木箱之中 覆盖着非常多细小的砂石 所以文物的提取工作 变得异常艰难 而且为了避免宝石混在砂土之中 被清理出去的砂土 还有经过筛子的过滤 在考古人员小心翼的清理之下 砂土之中出现了一层层的珍珠 这些珍珠的排列 看起来似乎有着某些规律 但是因为金棺的遮盖 考古人员暂时也无法确定 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 华贵无比的金棺 终于完整地展现在了考古人员眼前 在提取金棺的过程中 考古人员遭遇了不小的挑战 这上面那个布可跟这帽子要松散 非常松散 把这一块拨扶着 因为金棺深埋地下多年 整体变得十分松散 所以考古人员只能对它进行加固 再进行提取 提取出来的金棺 被小心翼撞进了隔离箱中 这时考古人员才发现 金棺内侧还有一层保存的十分完好的丝绸 随着金棺被提取出来 箱子下面的珍珠 也完整地出现在考古人员眼前 珍珠的排列呈现莲花状 而且距离金棺非常近 考古人员猜测 这些珍珠很有可能是金棺上的免流 青海京县 土坡贵族大墓 墓中随葬品珍贵无比 其中的壁画更是让专家激动万分 干脆直接将整个墓室大包带走 为了更好地还原文物的原始形态 考古人员决定 对这些珍珠进行整个截取 最后一层纱布被铺在珍珠上 考古人员刷上薄荷唇 纱布很快就变得金眼 珍珠也全部固定在纱布之上 这些被提取出来的珍珠和金棺一起 被小心翼地送往实验室 进行了整体的修复 除此之外 考古人员还在木箱之中 发现了一个香腕绿松石的金碑 这个金碑制作非常精美 内壁被打磨的光滑不已 外壁上的纹饰也非常的华贵霸气 带着典型的中亚风格 镶嵌的绿宝石更是点睛之笔 最后考古人员还原了木箱中文物的摆放位置 王冠的正前方雕刻着两条飞龙 旁边以绿松石和青金石作为点缀 侧面一只华贵的凤鸟立在银花台座之上 后面雕刻了两只威武的狮子 在吐蕃地区只有高等级的贵族 才能够有龙凤和狮子纹样 这顶王冠不仅既精湛 而且融合了各个地方的元素 唐朝 吐蕃和中亚的风格 均有体现 称之为国宝也不为过 王冠的前方是一个四取的盼旨金碑 考古人员任务 这个摆放方式带着非常浓厚的供奉为它 但是在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中 没有一个能够证明墓主人的身份 考古人员只能从满墙的壁画 还有墓中出土的王冠推测 墓主人应该与吐蕃时机 当地的王室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墓主人的身份依旧是个谜团 但是这座墓葬之中的随葬品 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尤其是墓葬中的壁画 墓室的两侧会有一味图 禁线图和吐蕃时期的生活起居长径图 墓室顶部则画满了降龙飞鹤 日月星辰 对人们研究当时吐蕃文化 和青海丝绸之路的发展 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因为壁画绘满了整个墓室 考古人员决定将整个墓室的壁画揭去带走 由于前墓室为砖室 揭去工作进行的十分顺利 但是由摆墓构成的后室和两个侧室 却让考古人员犯了难 最后考古人员决定将整个墓室墙壁 整体迁移搬走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考古人员会对墓室的壁画和随葬品 进行一一的修复 为我们展现吐蕃时期 丝绸之路的繁荣场景 你对这座吐蕃贵族墓 怎么看 欢迎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